这一期的讲座是给孩子选择什么类型的编程课合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是因为我们在接受家长不同的垂询的时候会问到 我的孩子在学Scratch 到底这算不算是一种coding呢 答案是是的 所以说这个coding跟我们常见的像Python C++这样的不同的coding语言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今天就很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嘉宾 这一位是Charlie也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 对也是我们Scam Academy的创始人 然后还有小峰 小峰是iHealthless的CTO 这两位都是家长 除了是软件工程师之外呢 他们家中也有小朋友 所以自己也是跟小朋友一起有经历过 玩不同类型的coding class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讲座的流程的一个大致的介绍 刚刚介绍了两位嘉宾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对这种以Scratch为代表的blockbase为主的这样的一种编程 以及还有像Python C++这样的text based的编程进行一个介绍 就是它到底区别在哪里 以及到底有什么平台在开设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围绕到底什么年纪的孩子和多大的孩子 适合学blockbase的coding 这也是不少entry level想学coding的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以及在blockbase的学习经验上面 两位嘉宾可能会给我们有更具体的分享 那么如果想学blockbase这样的coding的话呢 那有什么平台可以推荐呢 两位嘉宾也会也给大家一个分享 最后是Scratch有text based的入门课程的一个介绍 好 最后会留有一定的Q&A时间 所以欢迎各位家长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随时可以在我们讲座的过程中 在我们的聊天室进行留言 我们会有专门的小助手进行收集问题 刚刚有讲到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Charlie 也是我们的大家的老朋友 他是Scam Academy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Google Alpha Kids的发起人 Charlie有两位小朋友非常棒 一个已经是Cornell一年级的新生 然后另一位小朋友目前是在就读高中 小朋友也是曾经有玩blockbase coding这样的一个经验 Charlie可是陪着玩的 然后小峰呢是iHealthless的CTO 他之前呢是在Intel然后Google都是有多年的资深工程师的经验 所以呢他在陪孩子教学coding方面也有自己独有的心得 他在这个blockbase研究呢非常有经验 所以非常欢迎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Scam 如果熟悉的朋友们可以稍微再听我念导一下 Scam Academy是两位谷歌资深工程师创立于2017年的一所 位于K12信息学教育科技公司 我们目前的教师团队有硅谷资深的工程师 以及国际信息学奥赛顶级教练担任我们的教师团队 我们自制了一套非常完备的教学体系 这是我们最独家的武器 我们希望引导学生对于coding的兴趣 然后打造一个青少年编程课的最佳选择 我们希望孩子有对编程有兴趣 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孩子都需要上我们Scam的课 而是说适当的孩子在挑选coding课的时候 我们是他的best choice 下面有多个联系方式 我们的社交媒体渠道 欢迎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渠道 我们第一时间会有各类活动 以及包括课程 还有这种free class的最新消息的公布 好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讲座的正题环节 最大的也是说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block-based和text-based这样的coding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想先请查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谢谢 谢谢珊珊的介绍 大家好 各位家长好 今天很高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两类主要的编程方式的一些差别 大家知道很多小孩子在玩这个所谓的scratch 和其他的一些类似的我们叫做block-based的一个编程 从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当block-based的时候它是一个一个模块 就和我们拼的这个小积木一样 孩子可以用拖拽的办法做一些改动 就可以做出一些小的程序来 甚至可以一些小的游戏来 而当我们说text-based呢 你看到是右边的 这是一个C++的一个程序 它是在这个上面直接敲 敲这个text出来的 它不是那么形象 不是那么直接 但是呢 你看它的结构性比较强 它又有比较严格的这种文字上的一个要求 比如括弧比较对齐啊 比较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包括数据这个library的引用啊 这些包括函数的定义 好的 下一页 在这一页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这几个主要的这个block-based coding Scratch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另外一个呢 现在也越来越popular叫blockly 它呢可能用更系统的一个办法 让大家在拖拽的时候呢 更容易编程 也更容易扩展 当然Snap也是现在在这个 各个教育机构用的比较多的 另外一个就是Minecraft 特别是Minecraft一个很popular的游戏 很多孩子包括我的孩子 他们也会玩那个游戏 那么他们呢也提供了一些基于block的一些编程 而对于text-based呢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Python 系列加Java JavaScript 甚至有时候大家学的时候 HTML和这个CSS 网站的时候 网页的时候 它基本上也是处于text-based的这个编程 从这个名声上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 或者刚才从那个视图上已经解释了 它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方式 一个呢就是比较viralized 比较拖拽式的和大积木一样 就和小孩子玩积木 或者说看图说话的那种书 感觉差不多是block-based 而text-based呢就和小孩子 从画画的那种书来看 而事实上他要看真正的一页一页 基本上大部分是文字的书 这么一个转变 或者这么一个本质的一个差别 行 我先讲这些 让小峰看看来补充一下 这个其实block里有编程 我先大致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我为两个小孩 然后一个小孩现在正在做那种 Useco的比赛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孩比较小 三年级 对 但也经常比较喜欢 去用scratch之类的 然后我就讲一讲 我觉得他们用的 然后工程师背景嘛 然后小时候我也做过比赛 所以我看一看他们做的这个过程 然后介绍一下我的 然后我的老大他以前一直在 就说他挺早就可以开始做 scratch这些东西的 对 然后但是我就看他 让他去学一些东西 但我觉得进步就不是特别大 然后我后来发现的就是 因为大多数的比如说像 抠刀奥啊 主持类 更多的是就是一些走格子的一些东西 对 那这些可能是后面讲的吧 那我先讲一下这几个语言吧 这几个语言因为当时为了 为了让他们更了解这些东西 所以我其实我深入调查一下 我尝试着想拿这些东西来做算法 所以snap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在现在scratch的backend 已经是broccoli了 就就他底层其实是已经是broccoli了 但以前他不是的 那不是的那个版本呢 我拿来要用的时候 其实挺不方便用的 那个因为我希望把它嵌嵌入成一个function 这样我可以做test 然后test结果可以给他们一些hint 告诉他们说他们做的对还是不对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broccoli编程 我后面我发现的它更多的是 比如说你是用那种code auger的话 你做的是一种走格子的方式 然后如果你是一种那个 更多的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 就那种scratch啊什么什么比赛 那更现实一种设计性的比赛 它不是一种啊就是那个 现在stem这种方式的先数学啊 现在现在算法啊这种就比较客观的比赛 它是一种更更更更更倾限于看你的那种 就是说你你有没有这种设计理念啊 这种类的那种方式 对然后broccoli很不错 broccoli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当然不是不是不仅仅局限于教学 我我我通过我教他 后来我发现我把这个东西 因为我当时我有一些客户然后选拖拉拽 然后后来我直接把broccoli用上去了 然后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目前其实就这几个东西 都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对 好那 珊珊 好 那也就是说即使是在block-based coding里面 嘉宾也是觉得有一个层次了 对不对 为什么最推荐是broccoli 其实后面我们会有讲到它不同的 其实broccoli是Google跟MIT一起联合开发的 对它更像是一个从block-based到text-based的一个过渡 我们后面嘉宾也会讲到 好 这个就是broccoli的一个页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对像左边也是拖拉拽形式的 然后右边其实可以看到它可以generate 这里可以变成JavaScript Python PHP之类的不同的语言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就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底这两种类型的coding 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呢 这里有大家看到其实是有一个列表 是我们针对目前湾区在开设coding的一些学校 这里主要是private school 他们的一些课程的调查得到的一个结论 那么Charlie和小峰也会结合孩子 自己孩子在上学的情况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好 Charlie你请先 好的 好的 谢谢 对这里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说 这两种不同的编程的方式或者工具 适合怎么样一个孩子呢 我孩子是在哈尔克 现在两个孩子了 但老大毕业了 老二在刚刚上了高中 当然他们从那个小学的时候 其实是有开Scratch的课程 到了高中呢 就变成了这个 Text-based 他们学的是Java的一些课程 到了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呢 那他们要上这个Java的APCS的课 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调查了解其他的一些学校 大部分学校 特别一些私立学校 包括比较好的这个Montillacademy 还有这个NUA 他们呢 有的从一年级二年级 一般的是在二三年级三四年级的开始 给孩子们来开始上这个Scratch的课程 大部分有的能够上到四年级 有的能够上到五年级 而到了初中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大家都不再学这个Scratch了 很多有的是学Python 有的是学Java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应该说从Scratch到Python 或者到Text-based的这一个转换呢 应该是说是应该从一个入门的 或者是说基于微绕的一个教学方式 到一种更高级的 可以自我实行模块化的 Text化这个编程的一个过渡 这里边可能根据不同的孩子来看 这个切换呢 应该是大约是在四年级左右 比较多一点 到了五年级之后呢 可能或者孩子已经也学了一段时间了 觉得这个会有一点点Boring的感觉 当然有的学校他们是在八年级 比如Main Law School的话 他们是在八年级做这个转变 行那我先说这些 小红你看有没有补充的 我的经验这块是就其实在四年级之前 小朋友是比较难接受那种 就是说文本的这种方式的编程 当然不排除特殊的小朋友 因为有一些很神奇的人 他们很小就可以搞一些文本的 但大多数是就像这种Block Base那种编程 为什么这么深入人心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 他拖拉拽来干这些事情 他们很容易上手 很有兴趣 然后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大概看到就比较多的会 就是会尝试logo啊 还有比如说Python for Kids那一套也类似 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Canvas上面 用一个老鼠的方式来做图 因为小朋友他其实他就需要 一个比较形现的一个意识 他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跑猪之类的 然后做出一些 那个logo之类的会比Block 会适用化会更那个 就是说在那个什么 比如说篇数学上面 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然后现在那种Scratch这种 他后续他就会 比如说我举例子 就我那个小姑娘 我小的那个小姑娘 他就其实就有一点点 那种设计的那种想法 所以他就会去 比如说把那个什么 那个跳跳跳那个游戏 拿过来改一改注册 然后他就很高兴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 他就要写程序了 但其实most likely 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是他动手能力比较前 但是他的那个逻辑思维 其实还是并没有跟得上 所以就这个阶段 他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发展出那些东西的 对然后那个文本的这些东西 其实比如说四连级之类的 包括logo 包括我刚刚讲的 Python的那些东西都很适合 那如果你可以用Python去写那些 慢慢还有现在出了一套 就是那个Raspberry Pi上面 会有那些基于Python的那些 Minecraft的那些编程的那些SDK什么的 也很简单 然后那些东西就跟他们 因为他们平常老玩Minecraft 所以他玩这些东西 然后写一些这种程序 就就很贴近 贴近他们的需求 对 好吧 大约就这样 对 然后这个切过去之后 一旦你切成Python的 就基本就差不多了 因为Python 你比如说Python一直到Useco的同 这个级别都是没问题 然后如果你不走竞赛这条路的话 你用Python 你以后 比如说你要接那个TensorFlow PyTorch之类的 他都是很 就大多数的那个计算机 该可以干的事情 Python基本都可以cover了 对 好 对 如果在座的各位家长们 如果大家孩子有玩这种 Blockbase的游戏 这种编程的话 可以欢迎大家留言 就是说大概孩子多少岁 有没有玩 这样子都可以 好 那么 对 为什么这个学校愿意 从Blockbase教起呢 其实刚刚Charlie和小峰都有提到一些要素 比如说像托拉式 就是这种Drag and Drop 这种它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轻松的 可能小朋友适应起来 上手是比较容易的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想请Charlie这一边 简单讲一讲这种背后的原因 以及当时是怎么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玩Minecraft 好吧 好的 谢谢 可以说Blockbase的作为一个开始教学能编程呢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呢 它很直观 它和孩子玩积木是一样的 你就把用Block来Build 你的这个程序 一些流程 一些逻辑 一些条件 一些函数 第二个呢 它比较特别容易这个上手和改动 当你改动的时候呢 你只是相当于是说加一些Block 或者引起Block 没有是 而且那个Block都在旁边 或者你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相当于易用性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它也是偏很多游戏性 下面可能大家看到 很多基于这个Blockbase的 它教完你Block之后呢 它可以教给你很多一些小游戏 而且它自动的里面会有一些 这个和游戏相关的一些酷 和动画相关的一些酷 这种呢 让孩子做完之后 能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 所以这三个结合在一起呢 就是说 来让特别小年纪的孩子 他比较一下就能够喜欢上 而且能够 有些小游戏玩起来 还很开心 我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上来看呢 我儿子他差不多四年纪的时候 我就开始教他这个Scratch 从Code的那个.org开始学一些 再后来呢 也玩Minecraft 他也很喜欢玩 我也陪着他玩 当然Minecraft 他有一些编程的 其实是呢 就是构造自己的一些 自己的一个系统 也是比较容易去做的 但他到了差不多五年级的时候 就觉得Boring了 就觉得啊 就是这么 好像拖拖拽拽的这些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差不多五年级 暑假六年级的时候呢 我就想啊 我就要找朋友 我们一起来教教他正式的这个编程吧 当时也就是和剧院 我们创立的XCamp 从这个TaxBased来教孩子 小枫这边可能还有一些 另外的一些经验 小枫 我这边其实也类似 就是因为我老大 我觉得也还比较聪明 对 然后他玩Scratch 也差不多是三四年级 那个时候玩了 其实更早 他应该很早就玩了 对 但是我让他 后来他自己找东西去玩的时候 可能是二三年级吧 就看到有Tobkodog 然后他就自己玩 我也不会 我也不太会去跟他一起玩 但我会告诉他说他玩的怎么样 就就就他玩 玩完了之后 我会给他一些建议 这样子 对 然后那个他有点 我我跟他跟了两个Course吧 每个Course都是S个Scenario 然后我看下来就是这个Scenario都差不多 因为就像我刚才大致有简单 就都在走迷宫 就走地图 从一个点走到某个点 比如说要救个公主啊 或者或者是要达到某个目的 就到某个点就赢了 诸如此类这种 对 然后那个Scratch还是比较简单可以做到这些 所以他就挺快就都能做了 都能做了之后 他就想因为有很多Scratch上面 Scratch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开发平台 老实说就我很我很怀疑 他以后是不是会发展成一个 特别面线小朋友的应用开发平台 所以他上面可以找到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就是说也不是特别的好玩吧 但就基础入门的那些 他们都需要有的那些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些游戏 他们很早就可以把游戏Project打开 就可以开始玩 对然后玩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里面改改一点东西 他就号称这个东西是他在写程序 所以他就就变成更现实在玩游戏 而不是在学习 对然后就我发现这一点之后 其实后面我就慢慢引导他们慢慢去开始 开始往Python之类的翻上去了 对那Python的抖度立马就有 因为主要是Scratch这种东西 你不太容易把抖度加上去 那就是把梯度 因为学东西是总是需要step by step 就像数学的体系其实我们建的 就是建了这么久 现在有比较好的套路比较好的体系 一二三年级分别学啥 那计算机这一块其实是Scratch 是很难建出来这样的体系的 对要建这样的体系 其实就差不多要从四五年级开始 慢慢的进入算法之后 就其实比较类似数学那种 才会有这样的体系 所以在之前他就很容易就学完了 而且会有一种满足感 所以其实他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 我觉得他四五年级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 我觉得没什么进步 就是说不知道要学计算就要学啥 对那时候他就其实四五年级 他就比较玩了两年 可能在我们这边稍微换了两年 可能还行 对那如果是在国内就比较可怕 对那反正他这两年就 就我是觉得他没啥进步 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在做啥 对所以大约就这样 就是blocker编程 那个很容易就会 让他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 这个是blocker编程需要 及待解决的问题 嗯 好 其实刚刚查理已经有讲到 就是这种scratch 所以代表的这种block based的编程 它的好处在哪里 对确实对于学生来讲 易上手 然后成就感是比较高的 那么刚刚小峰其实也提到了 就是他的稍微的劣势在哪里 就是说可能如果没有step by step 以及他的原创性 就是说这个是他 scratch 其实他官方也有承认 就是说他的这个disadvantages 这一块就是说原创性可能会少一点 因为如果 小朋友们把别人用的 然后再添加上往上去的话 那这个里面可能就会有mixed的程度了 小峰你这边要不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陪孩子玩broccoli的 对因为你说玩broccoli比较多 我不是玩broccoli玩scratch 其实就是玩scratch 我自己想说的那个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已经 现在broccoli已经base 它已经scratch的base 已经是broccoli了 对吧 对对对 现在完全新的版本 已经完全是broccoli了 哦好了解 嗯那好 那我们这个哪些平台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学习工具 就是说刚刚两位嘉宾也讲到 就是低年级的小朋友 其实是鼓励他去玩的 因为确实是如果接受文本编程的话 年级太小 其实对他们来讲可能不太合适 那么Charlie你这边要不要给大家讲一下 对包括平台也好 这种教育机构也好 好的好的 我儿子的话是从这个code.org the hour of code开始的 因为当他在四年级的时候 我在网上设置和听朋友推荐 这个是比较popular 比较容易上手的 而且因为几个大佬吧 包括这个backburg 包括比尔盖茨 他都有一个短的视频在那边来支持这个事情 小孩子看完之后 感觉是好 好像是个很隆重的事情 当然学完一个hour之后呢 觉得也还不错 还挺有兴趣的 就在练习班学了几个月的时间 像这个scratch呢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课程了 当然你说这个scratch 这个比较列的呢 也是一个比较popular 大家知道的一个地方 broccoli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成为一个主流 刚才小鹏也说了 其实现在新的很多scratch的课程 也是基于broccoli来做的 应该说这些public的地方很多 包括前一阵的话 可能大家也知道 也可以给我朋友做一个广告 他们核桃编程 他们有天在国内 现在也到硅谷说 要教孩子来做这个学这个scratch 应该来说 每个平台都差不太多 从这个教学资料上差不太多 我个人觉得呢 孩子学习编程 一个方面是学习知识 学习技能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更倾向于 孩子能够有朋友 有交流 或者说 就是有班的情况 甚至我觉得比没有班的特别好一点 能够坚持一点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 能够和朋友多进行一些交流 特别是现在大家都在家里嘛 孩子对了电脑 本来是已经比较枯燥了 你再让他再对了一个网站去学的话 我觉得有些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坚持 或者学习效果不是那么好 他失去了和朋友交流的 这种social的一个机会 当然每个家长和工具不太一样 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选择 好的 小枫你看有没有补充的 平台的话 现在国内 国内我知道的很火的 应该就是编程猫 然后这边 这边扣到 我们最开始也是扣到 然后是Squatch 随便弄一弄 然后后来就 其实是 就开始 CodeMonkey吧 还是叫啥我我记不得了 但反正是用一个用Python的 他好像他也不是很抗拒 就就说他 我我的小孩从 从这种现实观 快的blockbase的编程 往那个textbase编程的这个过程 我并没有感觉到他有特别痛苦 反正他就 就差不多嘛 因为因为那个CodeMonkey还是啥的 那个那个东西 他就是有一个英雄 然后打怪要去救 救个什么人之类的 然后要一路 要从一个点走另外一个点 然后在这个过程 他就可以把拍摄的那些 怎么样写 他的那个语言逻辑啊 什么的就都都学了一遍 所以这个过程就还 他那个界面就是在上面 你直接在上面编程 然后编完了之后执行 看看他能不能出来 就就结果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还 我是觉得 你如果只是要让他 学会那个逻辑什么之类的 其实网上有挺多工具 很快就可以让他把这个语言的 基本特性学会的 这些倒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我 我刚刚讲的还是就是说 语言的基本特性之外 更多的是语言底下的那些 算法逻辑怎么给他 带给他 让他可以step by step的 那个学会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就 你一开始会还挺 挺容易的 就如果 小朋友那个数学还不错的话 一开始还挺容易的 然后但后面如果到 总是有到蓝点的时候 到蓝点的时候怎么突破 就是一个比较值得讨论的问题 然后在蓝点上的突破 其实这个跟你是broccoli 你是blockbase或者techbase 这个其实是不相干的 更相关的是你的朋友圈 什么你们平常有没有人 有这个兴趣 对然后他对这个专注度有多少 因为他的朋友圈主要是提升 他专注度和他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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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对这个东西的 那个最终愿意投入 多少时间的那个 那个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最终 还是那些东西更起作用 对 好 嗯好的 行对其实刚刚大概 两位嘉宾已经讲到了 就是coding.org 其实嘉宾选择都是从这开始的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他是一家专注 美国开发变成项目的一个非盈利机构 成立于2012年 他目前总融资已经超过了5700万 其实我们加州的CS课 其实很大部分公立学校首选的CS课的来源 就是coding.org 包括很多CS课程的老师 也就是说小学初中的 这些CS课程的老师 他也是在由coding.org 进行培训的 所以说目前coding.org 确实是加州学校的一个首选 所以说因此也有不少小朋友参与 如果感兴趣的家长 其实可以在上面多search一下 这里有一个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不同年级 像二年级到五年级 六年级八年级 一级九年级 加就是说他根据不同程度 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从二年级开始 他就有推荐blocks 或者是说以blocks和python结合 或者是javascript这样的这种语言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想 由查理给我们讲一下 就是Scam的这个Summercam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 就是可能稍微偏低年级的小朋友 是适合这种block-based的 那么请查理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入门课程 好吗 好的 谢谢珊珊 对 刚才呢 我们主要谈了Scratch和这个Codebase的一些课程的一些差别 时间的那些安排 下面呢 我来讲一下我们Xcamp这边 也是 可能大家知道 当年的时候 也是应孩子的这个要求了 我们开始开Xcamp 现在呢有四年多的时间 我们也有两三百孩子在这边 对于这个 学完了Scratch的孩子 或者说到了四五年级的孩子 他觉得Scratch学的已经有时候 有两点可能加拿来需要注意了 一个呢 觉得孩子其实自己可能他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性质 去学新的东西了 第二个加拿来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说 可能孩子在学Scratch的时候呢 没有在学新的东西 而是像小峰刚才谈到那样 可能孩子花一不少的时间在玩自己编的游戏 当然有些小游戏是很好玩的了 也是我们也是鼓励孩子玩的 但是也看他花的时间 是不是超过了你觉得他应该花的时间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点别的事情 甚至出去锻炼锻炼生气 当然假如每天都有这么两三个小时在上边 其实他是学不到这个很多新的东西的 可能主要的确是在玩比较好玩的游戏 这个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你支持他这么来做 当四五年级的孩子之后呢 他们有兴趣 或者说我们是专门开了一个叫Python Intro的课程 这个课程呢 是主要是Python的函数入手 基本的数据结构入手 而且我们用了这个Vitalization 可视化的一个编程 下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具体的例子 我们是希望让孩子能够实现 从Block Based的编程到Text Based的一个编程的一个 巨大的一个转换 这中间是很Challenge的 但是呢我们是用画图的办法 视图的办法甚至做Video的办法 让孩子能够适应而且能够喜欢 这样的话能够完成一个比较Smooth 比较有趣 比较这个能够专注的一个过渡 这样为孩子下一步更多的是学习更高年级的这个算法 数据结构和语言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我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 这个期间呢 主要是开了两类型的Class 一个假如说你有这个Full Time 可以专注进来两个星期 现在我们可能还会开一个星期的班 就可以让五天的时间 然后孩子实现这个从Block Based到Text Based的一个转换 而且会生动活泼有趣 能够调动起他们的一个积极性起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有 应该是有两个这大的阶段 一个是六月底到七月初 再一个就是八月初的时候 有这两个中间假如没有安排Summer Time的话 可以把这个时间留出来 看看孩子喜欢的话 让他们试一试 第二个我们还有Weekend班 可能你从六月初一直到八月底 十二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强化 让孩子真正实现这份的过渡 好的 具体的细节呢 我们可以下边看一下我们这个 一些课程的一些安排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是让孩子画了一个笑脸 和一个当然是一个set的脸 从左边那个code我们可以看到哈 孩子现在是一步一步 是像写文章一样 把它给写出来的 怎么把比如说把脸画出来 把眼睛画出来 把嘴巴画出来 有什么差别 这个呢 其实真的和这个拖拽block来讲 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还要记住每一个命 还要记住每一个命的顺序 还记住每一个函数里面的边量 怎么来设置 这里面呢会是一个挑战 我看到Sherry 郭她举手要问问题 那个杉杉我们是不是要可以先回答一下的问题 好 那是我看一下 Sorry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有没有 对高中孩子比较适合的program 好的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刚好因为我们在谈我们的program 我也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高中的孩子来讲的话 当然Scrash肯定是对他们来讲肯定觉得很无聊了 小孩子玩的事情 小学生玩的事情 而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入门的这个课程 假如他真的一点经验没有的话 比如他在学校里也没有特别学过编程 比如说Python 他没有 至少可能没有这个半年左右的这个经验的话 其实我们跟Python Into的课程 这个Summer 比如说两个week 对他来讲是比较适合的 就相当于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他完全实现了对这个Python语言的一个理解 虽然说我们 你看这个画这么一个简单的 可以 杉杉你可以再看下一个图 好 对这个是画了一个五星 那这个星星了不是五星 这里边的话 其实就用的了一些函数的一些概念 就已经有了 那你再看下一个图 好 这是一个视频project 对这是一个视频 那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学一两个星期之后呢 他会基本上能够 你看做到这种相对已经比较复杂的一些图形 这里边呢 已经包括了这个Python语言最基本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这个数据 数组 比如说这个循环 比如说这个函数 甚至这里边甚至还有一些无线循环 和甚至有些recursion的概念 对这个学生 假如高中来讲的话 他假如没有基础的话 可以学我们入门的课程 他假如有了基础的话 我们还有从 其实我们有 现在有九个level了 从我们的100 101 102 一直到200 2001 2002 300 301 302 这些课程都是可以来学的 我们也有这个大部分是周末的课程 对 假如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加我们的这个 同事和你联系 来看看孩子的水平 我们会有这个测试 好的 好的 谢谢 是的 请各位家长 如果在提问的时候 可以稍微简单讲一下孩子的年纪 以及是否有编程基础 因为Scam的课程体系的设计 是比较完备的 就是从入门课程 以及到信息学竞赛的课程 怎么这么一个课程体系的设计 有不同的level 所以说针对不同level的学生 我们有不同的课程的一个 对应的一个安排 好的 好的 谢谢 那行 其实刚才的话 我们也随便已经帮我们这个 Python入门的课程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 行 下面加给你杉杉 好 下面就进入我们的Q&A环节 这个是我们的SummerCAM的 Registration的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看一看 就是说如果感兴趣的 可以扫描 看得到我们所有开设的课程 就是说从entry level的 到intermedia 然后到advanced level的 都有的 所以说感兴趣的家长 可以扫一扫看 然后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都会在上面 会有今天讲座 以及以往的讲座 系列讲座的回放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收到的一个问题是 小朋友一年级 然后现在是学scratch 对因为主要都是online的 然后身边的小朋友们 也是一直用 大概用iPad一天 会超过十个小时 所以现在家长困惑的是 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够让小朋友学习coding class 但是without computer 对两位嘉宾 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的确 现在孩子在这个屏幕时间太长 是一个问题 今天我有听了一个视频 其实现在已经叫 video game disorder 就是说已经算 特别特别严重的孩子 当然你这一年级的孩子 应该还不算 特别到了高年级 包括我们看Xcamp这边 也有几个孩子 就是说他真正的 把所有的业余时间 都花在变成 都花在玩游戏上 甚至一些课程的 包括好好学 有时候玩游戏 玩到凌晨 两三三四点钟 这是高年级的时候 有些孩子会有的现象 那假如像你说 小孩一年级 已经十个小时的屏幕时间 我也觉得的确 的确太多了 这个问题 我想回答在 就是我们孩子 为什么要学习 编程上这个问题来讲 特别比如说 初中的孩子 是那一二年级的孩子 现在已经开始 学习一些编程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目的是 启发孩子的一种 逻辑思维的能力 包括一些动作能力 和一些创造力 其实Scratch能够达到了 是一定程度能够实现的 这种教学目的 但是呢 这里边真的是 实践是要有限制的 理论上来讲 你想他假如花 从一年级开始学的话 以后可能两三年 三四年时间 都可以学下去 他不需要花这么多长时间 其实每天 甚至每个星期 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就好了 其实到了我们高年级 这个Tax Base 甚至我们到了 变成竞赛这个时间 其实孩子上课 一个星期也就两个小时 作业也有两到四个小时的样子 有时候并不是时间越多越好 关键是要专注 关键是要有比较明确的目的 就是你送你孩子去Scratch 去学变成目的是什么 这个你要清楚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想 对我们所在的家长 都应该差不多小孩子 在小学的时候学的这些内容 我们来学的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一定要清楚孩子学了什么 他在做什么 特别是在小学之前 孩子是比较听话的 我们也许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能够执行 而且我们想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也能够了解得到 到了初中 特别12年级 更高了 高年级之后 因为我也有两个孩子 我也知道 现在XCAM中的孩子 我们也知道 就是有时候你想接近 他想了解他 他都不一定愿意了解了 甚至这个rebell的情况 也很严重 特别请过敏的孩子来说 那我这个地方 一个建议就是 我们的孩子特别小的时候 1月2年 第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应该尽量多的陪伴他 尽量的了解他 甚至一起和他玩游戏 一起来跟他学习 这样你才能够了解到 他在做什么 你心里他有数 有时候你给他 这些建议他才可以听 总的来讲 我觉得小孩子 其实和数学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有些时候 可能家长特别想 孩子很早就开始学习数学 甚至数学竞赛 12年级 30年级就开始学 当然中国国内是另外的 他们是特殊的一个环境 在美国这边 我觉得花一定的时间 是可以的 但是假如你花了 特别特别的时间 其实你是牺牲了 另外的一些 全面发展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reading 我个人觉得 包括对XCAM的很多孩子 我也说 reading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 一定让孩子在 三四年级之前 养成读书的习惯 嗜好读书 就是每个星期他不读书 他就觉得很难受这种的 但这个习惯 要养成需要家长的一些陪伴 比如一起给他看书 一起给他讲故事 他看这个书 你也看这个书 这样你才有给他聊的地方 因为只有到了孩子的小学的时候 养成这个习惯 到了初中的时候 假如他没有读书的习惯 再养成就比较难了 因为他的作业更多 他的事情也会更多一些 好吧 这个有点扯了一点远 但是我真的很有些感慨 就是说我觉得 我们家长可能小学的时候 陪伴不够 而且现在因为特别疫情 让孩子在平平的时间过长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 真的和孩子一起来努力 来尽量地做到孩子 能够全面发展 好的 我先说到这边 谢谢 老公 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个我摔了一个图 那个 是这样的 那个等会你再摔要回来 是这样 大家看这个是ACMICPC的 这个是他的标志的图 这个也是我最近最头痛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小孩在做U-cycle 对 然后那个他现在的 就前一段我发现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拿到题目 他就直接用电脑 他没有草稿纸 然后没有笔 然后我就 就每次 其实我就把笔和草稿纸 摁着他说你不要扑摸电脑 然后做一下这题 他这题目就过的 他就能做出来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 我也不是很想去 complain 就是说美国的这种教育 他非常的那个 就是说对于数学学习的时候 对于纸和笔的使用 好像他们不是那么规范的 这个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 他不太喜欢 他碰到电脑 他就不太喜欢去 然后他经常会就在那一直想 盯着那个东西 一直想 但其实他想不出来的 他其实有个纸 有个笔 做个草稿 有个这个过程 有个帮助他思考的过程 马上就那个了 对吧 这个我们以前在 就是说 在做ICPC比赛 那个培训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会禁止掉 他碰电脑 就是说在你选出来 这个是三个节奏 一个 第一个是thinking 第二个是final solution 然后这个最后是coding和debugging 大部分的情况 就是说你碰到最终你碰到简单的题目不算 简单的题目一般看到题目就是读题目 五分钟结束了 这个thinking的过程是五分钟 后面主要是在coding coding差不多也就十分钟 顶多二十分钟也就结束掉 这是一道题 如果你这道题特别快的时候 一般十几分钟就会出一道题 然后那你在难的时候 时间都是在心情这一块的 那你如果没有把这个东西显明白的时候 你碰电脑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是我后续对他们帮 可能我就就他们他们一整个300H帮我 我可能会慢慢推这件事情 这是最最需要的 一个是piring 要让他们有有有community的那种氛围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需要需要多去思考这个题目 要不是整天让他碰电脑 碰电脑其实不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小小的时候 其实那个十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series有点多 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那个那个要减少减少这种情况 然后让他们多多想多用笔多用指 这这些对因为老老说 我觉得一到三年级 其实数学基础打好笔 就就说其实那个时候还还大多数情况 还没到我不排除也天才 但是我说大多数情况还不到去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 所以我我这是这是我我说的 我我我想像这个班 我我在显的事情 然后还有就是我以前的那个经历的情况 然后我们的留下来的规矩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你没有把一个东西显明白之前 是禁止你碰电脑的对然后当然了这边的小朋友很多 解法然后才动电脑对的 对啊对啊这是规矩 这这个是很多就大多数现在国内的 ICPC竞赛对他们的规则的第一条就是这一个 就是你没想明白之前不能碰电脑 对嗯好的 行啊这里我还有啊 接下来赶紧抓紧问题 呃请问嘉宾初中生编程有什么好的竞赛吗 主要是以激发兴趣为主 Brown Silver是不是周期太长很难一直保持孩子的兴趣 呃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啊当然首先呃我想要问一下你 比如自己的孩子初中生你为啥被让他们参加竞赛 呃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其实我们Xcamp当初创立的时候本来是教教孩子呃 后来发现让他们来参加有赛克的比赛特别合适 呃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孩子呃他们要学计算机呃 不是说我学一两个月就能学懂计算机的哈 呃在座评论很多计算机的家长你从大学里 我们那时候可能是初中高中学的比较少 到了大学里的时候学的更多一点呃 真正你要培养这份思维培养这份能力 是需要很多和锻炼的啊 啊有在过Bronze在我们这边差不多孩子学一年啊 到一年半的时间大部分都能过Bronze啊 啊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能过Cerro啊 啊当然别的孩子不太一样了 让小朋友他儿子学了没到半年这个今天差了一点过Cerro哈 啊啊这是特别不一样的啊啊 啊即使你从我们的孩子看来哈他们学习 虽然我们说是Bronze作为考试只是我们评价的一个结果 我们平时的话给他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练习有趣的练习 让他们越学越有兴趣啊 啊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孩子的例子了他本来是玩游戏玩的很多 在这方面的技能以后可能会做一份职业啊我啊 简单来讲的话啊BronzeCerro的周期不会太长啊 或者是我们还是要学校还是需要一个一两年到两三年那个周期的 对而且我们是完全可以keep孩子的兴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谢谢张姐 呃这个我我我我我要剪一些啊那个因为今年我可能会多帮他们去让他们去多参加一些比赛 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初中生他们最最能让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比赛 就跟别人比那个我我我我甚至在他们开始也2022班开始走嗯做那个Bronze的时候我每周末我都给他们他们那个班组织一个比赛 就是我自己找题目然后找适合他们难度的那个那我是一个家长哦我不是老师哦 对我是一个家长然后我是因为我有些在这方面经验我所以我就看他们上课到底上的是什么内容 然后找一些跟他们难度差不多的然后让他们来比一比这样子的结果就是他们的接受的呃那个那个效果就好了很多 当然Bronze不是太难了但是我就就他们那个班这样比完了之后呃呃在第一次今年第一次比赛的呃呃呃 今年那个开年的U-cycle的Bronze基本就都过了呃呃两次之后就全过了就就是全班就Bronze全过掉 然后就因为他他有这种有这种兴趣就没有比赛我都给他找一些东西来比那我们平常我们是季度性的会走一些有一些 有一些正式的比赛比如说Hacker的HPI的比赛然后那个那个呃呃这边的teams code的比赛之类的这些我们都会 统一的组织 这个我是作为志愿者 来帮忙组织一些东西的 然后那个 Useco的赛季 是在冬天的时候 就12月份到3月份 是次次比赛嘛 对然后一般 有的时候有一些人 一下子就可以直接到Platum了 但这个Useco 其实只是一个验证结果的 这个过程 它并不是我们的目标 对然后这些 就你如果能到Platum的话 其实你基本的那个水平 就到够的 应该就很不错了 因为就到够的 基本就已经是 你要去面这边 硅谷这边的这种 老实说客观的讲 我觉得硅谷这边的 算法的那个 它有好多design啊 什么各方面的考试嘛 其中算法这一关 是大多数人都觉得最难的 但算法这一关 基本就是 就是到够的这个level 应该是能过的 没有太大的问题 应该就能过 那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 你可以做的事情 有很多啊 对吧 我比如说你可以让他弄弄人工智能啊 对吧 人工智能不也是Python吗 你再接一接库就可以做了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 给他准备的这些基础 只是让他以后 想要他们关门的一个 一个东西 他们以后可以找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些都都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这边 那个这方面擅长的人都挺多的 其实如果他是已经说做了 去已经开始做Useco了 做了Bruns啊 CV的 然后他数学还不错 对 就说以前竞赛 那那我觉得就往这方面发展是挺不错的 对我我我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小朋友 对 好 小峰的意思就是我们除了有大卡老师之外 志愿者家长也是很厉害的啊 欢迎各位有有意愿成为我们这种强大后援团的家长们加入啊 好像有一位Linda的观众举手发问是吗 对我想问 因为写太多了 我有这样一个小孩 现在上初一六年级 他呢 男孩子啊 三年级 他特别喜欢玩游戏 三年级的时候呢 就自己学了Passo 五年级是学校学Passo呢 他自己就给老师做了一个警察抓坏蛋的游戏 放到网上大概有二百多个view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学游戏 就他什么什么东西都自己学的 然后呢 他那时候要学C-shop Unity Unity就是好像怎么做游戏的 那我就带他到图书馆书店看了 简单的书他都会了 特别复杂他不会 然后反正就没学下去 我就想怎么让他走到正道上 因为他逻辑思维我觉得挺好的 数学呢 他是不用功 但是应该还可以 然后呢 现在六年级还在天天玩游戏 他不想赛什么比较高的什么GT Class 尽量保持低的 有很多时间去玩游戏 他说他自己打的什么VP啦 什么金牌啦 反正呢 他保持他的成绩呢 肯定不会太差 但是他的很多时间就在玩游戏 那我后来就给他Sign 我们这边是马里兰 在马里兰中文学校 他有那个Java 机器人的那个做程序的 那我想赶紧让他把这个 学了他在那里最小 我看他学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是难度这些没什么 但是他也没兴趣 说我不应该给Sign 我说这不是Coding吗 反正怎么说 就是说了半天 就是要他玩自自己那 他呢 这个孩子呢 就是想自己学的 想干什么 自己就会弄 我就不知道 我看你们这都几位专家老师 像我这样的孩子 应该能够学什么课 能把他引到正道上来 他就是这种情况 他的他就是他从小是 Speed是Delay 说话这语言方面差 拉琴也行 也不就什么事 要他放费劲就不学 只有这游戏就学 画画也行 就是脑子反应挺快 学动也挺快 就是老实不往 就是玩游戏的时间很多 但是因为他所有都做了 所以我也没有Push 说不让他玩 但是我就觉得应该怎么引到正道上 我觉得你们各位专家 能不能给我建议一些 什么样的课比较好 因为这个上了中学以后 我不知道中学是不是都有那个Coding program 我就想给他引到正道 感兴趣了呢 他就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糊涂 比如像他 我来回答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个人啊 其实学员也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喜欢 特别玩游戏的孩子的 因为这些孩子呢 他们像你说 其实学习也学得不错 他们还有那么多时间就玩游戏 很多孩子是很聪明的 你这个孩子像你说 他学 之前就学Python啊 甚至学Unity啊 现在 他看了看这个 Robotics Coding 的确会很简单 对他一定是觉得boring的 可能你不太知道 对这种孩子来讲 他就讲学Z Sharp Unity 你觉得他这太boring了 Robotics Robotics来讲的话 就是说他 里边的Coding不是特别多 他可能对那块会觉得 的确他 这个有那么精力之后呢 会不会觉得特别的深奥 不是我那个啊 我就觉得这个孩子 真的很 很适合来学我们的 这个变成 也许他对竞赛 真的变成竞赛 会很感兴趣 像他这种孩子 我们要keep他的interest 你就要不停的 要给他输入 让他能够感兴趣的东西 像我们的课程是 前面是九节课了 到后来 真正到高级竞赛的时候 你到了那个 这个Gold之后的话 还有九节课 一直到Bron 一直到这个 国家队的比赛 假如你这孩子 有潜力的话 他可以很快的 也去跳过我们 前几个半的竞赛 就像这个 小枫他儿子一样 其实来得很 也就半年多一点 一下子就跳了 差不多六节课过去了 因为我顺便也把 另外一个 两个家长的问题 也可以回答了 就是他八年级的话 他想已经Amy过了 这已经是 特别聪明的孩子 八年级Amy level 也想参加这个 尤赛克的竞赛 来了之后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 特别 我觉得和别人 不一样的 就是说一个目标了 或者也是个梦想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 reach他的potential 这是很challenge的 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而我们设的课程 总还是有限的 我们提供 但是呢 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办法 你孩子只要优秀 我就给你机会来学 包括另外一个 十年级的孩子 他也说是怎么样的合适 只要他自己想学的话 我们会通过测试 让他分到他 最合适他的班里面去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一定不要太难 太难的话 会打掉他们的积极性 当然也不能太简单 太简单 会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们会随时的 评判孩子的这个水平 合适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相当于 调到合适的班级 甚至跳班 甚至走到更高的level上去 我想这几个孩子了 你刚才这个八年级的 和十年级的 包括你这个六年级的孩子 其实六年级的孩子 是我们认为是 最合适最合适学的 因为他学完三年级 基本上就可以冲击 这个Platinum 有三次的机会 去冲击这个Temp 我想问您一下 您这课有没有 世上啊什么的 我们家这吉兰 是聪明 应该是很聪明 就是吉兰 要是没把他兴趣找到 他就不愿意干 其实我们很容易 是可以调查他 调动他的兴趣的 当然你可以是这样子 就是孩子不是说 他试了一个小时 你能够知道 他是不是他真正兴趣的 有时候需要甚至 可能这个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钻进来之后 才能够真正看得到 没问题 你可以先报我们的课程 你可以让他来上 随时我们都可以 给你这个推课的 没有问题 对 您说的像他现在 应该上什么课 您能给我写一下 然后我还不知道他干不干 他现在就坚决不愿意 让我登记任何中国人的课 因为中国人的课 他说中国人都老学习 他说我现在是小孩 我应该要时间 什么 以后就成了 他有一套理论 他的脑子很快 确实很快 我来讲一下这个 你小孩多大 我小孩是六年级 但是是九月份生日 快12岁半 小孩他一般都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边也有 就是比如说我们 AIME Qualifier 在我这边就202班之前 他们是有三四个 然后就都千奇百怪的 就有的就说你不能push我 有的是说我这时候要安静 就比赛的时候 有一个是比赛的时候 说我这时候要安静的 我做了一般比赛 他直接就把比赛扔了 说我现在已经 我已经领先了 我先去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回来 四个小孩的比赛 结果搞成了最后 搞成了第二名 对 然后他的听妹的 就很有意见 就各种各样的 就聪明的小孩 千奇百怪 这个很正常 对 但就关键是 他的兴趣点在哪 我不知道 就是说互相的竞争 是不是可以触发 他的兴趣点 如果可以 那我觉得就 他就适合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一种 不可以 他不在 我跟人定调 你听我说完 我小时候 我们那边 其实有一些小朋友 也挺聪明 但因为我们 我们地方比较偏僻 所以其实没有 很好的引导 然后有一些小孩 其实很聪明 你小的时候就可以搞很多事情 那最终的问题就是 找不到翻线 就你没有一个 可以告诉他说 可以干什么事情 那种翻线 那没有这种翻线的话 他当然就没有办法触发出 他们的机器来做这个事情 那比如说 他说他很想做游戏 那他做游戏的翻线在哪 其实我觉得他是不知道的 对吧 那别的就说 目前到底是谁能 帮他触发出这东西来 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触发出这东西来 这个是你们家长得去思考 就得去想一想 看看他平常 他做啥东西 他可以有特别有兴趣 然后因为他是自主 比如说你说他特别自主 那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这边聪明人 还我自己觉得聪明人 还挺多的 那跟他们一起 就跟就聪明的小朋友 一起可walk 是不是能触发他 这些这些sense 这个是有可能的 对那但他得来挖掘出 他这种方向 因为比如说要弄的方向 有很多 比如说像人工智能 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做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是更那个的 比如说我之前 还在跟查理讨论的 就怎么样可以用3D print 打印出一个robot来 然后让这个robot 自己可以去到处 到处爬 到处去干一些事情 这个肯定是 我们小的时候是说 信息学就是一个 就基本来说 就我这辈子就做了信息学的 那他们如果这个时候 他们能做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可以让他们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是说 以后二三十年 或者是三四十年 就是这个方向去的 因为现在自动化 其实是很 需求是很前列的 对吧 你如果是就这 那你就引导他去做这个事情 他会自己去找东西去做的 如果是现在你这么说的 因为很多小孩子 他会自己找东西 而且何况现在的东西 这么全对吧 好 然后我再回答一下 我跟您说一下 我们家的孩子 就是不是像您想象那样 跟人竞争 他就说了 他说我就是普通孩子 你别老让我显着想 那我觉得那或者我们回头 什么时候 我们单独单独信腿 去看看 对 好吧 好吧 然后回答一下 杰西卡的 那个杰西卡 你这个小孩 那个我 我也有空尽快的 我们可以对一下 看看是啥情况 好吧 那个因为我这边 ARM Qualifier的挺多的 我主要是要看看 他的心路历程怎么样 他是不喜欢Push的 还是他是比较喜欢竞争的 如果他喜欢竞争 那我觉得这个就 很容易就可以起来了 对 因为ARM Qualifier 一般Cash Up会很快 对 然后十年级问题也不太大 我觉得那个 就起码你知道一下说 计算机是学什么的 对 Dependent你们对他的职业规划 怎么样的 然后Kinder Care 会稍微有点小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 Build Up你的数学能力 会更重要一些 嗯 好吧 好 这边我们就 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如果 还有问题的各位家长们呢 可以关注我们 各种社交媒体 给我们留言 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找到 我们的小助手 然后让小助手 拉您入今天的讲座群 这样的话 我们的讲座嘉宾 会在里面 随时可以 回答大家的 后续的一些问题 好吧 这个是说 小朋友一年级 然后自学 Scratch已经三个月了 Scratch上到 Tutorial 已经学完 对每个Blog 也比较熟悉 不知道可不可以 继续自学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网上内容 可以自学的 看两位嘉宾 哪个快速回答一下 小峰你觉得呢 嗯 小峰要不想 一年级 对 一年级 对 还挺早 你我觉得 我觉得主要还是先随数学 就就就 因为我主要比较偏那种竞赛这一块的 那我不知道就比如说说玩的话 他是怎么那个 但但我因为我女儿肯定不是偏竞赛这一类的 然后我为他整天用电脑 我觉得其实效率并不是那么高 嗯 对 我觉得的话 当然 扣得到他二个 我还是比较喜欢 因为他其实你刚才 我们也看了有一个界面 他从两 二年级到几年级 每个年级都有 你可以让他再继续玩一玩 学一学 嗯 我也同意小峰的意见了 数学也是挺重要的 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个 我 这个建议 就是说 第一 一定一定要培养孩子 在座每个家的 有一个体育的一个爱好 而且不是一个 好够了 最好是去这个 competitive 什么都可以 因为到了高年级的时候 特别高中的时候 可能学习会比较辛苦 或者终生的 你有一项体育运动的话 对你的身体是最最重要的 第二 四年级之前 或者特别三年级之前 主要主要是要阅读 以后的话 特别在美国这边 孩子高年级的时候 很多课程大量的阅读了 你阅读速度慢的话 你做也就慢 你很多东西的确跟不上 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 或者四年级之前 另外一个就是说数据 我觉得数据可能三四年级 都来得起开始来发布 二三年级的时候 这个阅读特别特别重要 对 还有一个他问的怎么报名 那你就 雅明 可能在能看到 雅明和我们的cohost 你可以给他联系一下 然后他应该在各个群里面 你能够看他的微信 他给大家来分担 给大家平平排斥的水平 另外是说 Useco竞赛班怎么报 这个的话 是我们需要 也是需要测试的 找雅明做测试 第一就是测试他的水平 当然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是假如说 你要参加我们Useco的竞赛班 我们是要就是说 有一个时间的投入的 是你愿意的 当然我们所有的孩子了 在Useco Bronze和Silver的话 我们基本上上万门的相关课程 大门还是都能够通过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不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只有在特别高班的时候 这个金和Platinum 是比较需要孩子来专注来学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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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家长 就是如果扫这个 SummerCamp的registration 上面会有我们雅明的联系方式 然后请大家可以给雅明发邮件 或者是说 在我们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面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然后我们会给到我们的讲座嘉宾 以及需要测试的小伙伴们 就是说我们也会有我们的课程 这方面的助教 然后联系大家 然后请孩子们参与相应的测试 然后对应 帮助孩子进入到对应的班级里面 而且我们Scamp是鼓励跳级的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学的太简单的话 我们是鼓励他跳级 希望大家 各位家长有所了解 今天我们的活动就超微超时了 超了十分钟 感谢两位嘉宾 也感谢各位参与的朋友 我们接下来会 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教育系列讲座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 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